丘陵 平原 卓水溪追踪着海洋最初的呼唤来到河河 这一景致淡调 没有高山与丘陵的险峻与修礼 没有平边农田的丰富与饱满 每到冬季都被几冬盛行 更是漫天飞沙 尘土飞扬 常人无法救战 由于环境条件不良 且灌溉区均无法到达 农作不易 因此鱼温养殖成为此地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其养殖用水则抽自地下水 地下水景之数量甚多 构成本区主要景况 为了防松沙和火南岸有大片木马黄之保安林 很难想象这是桌水溪冲击山善为景观 更无法想象的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 河口外海沼泽地以冲杀填海造物的方式 披肩地离岛供应区 近看着水溪 眺望出海口 这项化腐朽为神器的造物奇迹 显得有些痛苦 却游入桌水溪最后一段旅程 注意影响未来的新生命 却游入桌水溪 生命的长河 随着历史推进 以及大陆胸襟运于两岸的人类文明与生命 而人类文明的变迁也正改变着浊水溪的生命 人水相依 唯有人类的疼惜 当自然赐予我们的生命之福 才能回馈你永续生命 历久彼心 远远长流